今天的我們是生存於第四季的梅加拉雅旗 也就是4200年前到至今 在人類誕生之前 三叶蟲統治過地球 小嘴輩統治過地球 巨大的凳翅於統治過海洋 岸上的四角類統治過陸地 四角類進化成了眾所皆知也是使用電影題材的恐龍 此次哺乳動物開始萌芽從1公斤、10公斤到新鎮的盾 在白鷗季末期滅起事件中 世界的統治者重新洗牌哺乳動物戰勝舞台 經過了億萬年的進化才造就了今天的我們 顯身咒是在國中時期一定會碰到的地球科學口題 要不然看看我們的祖先是怎麼一步一步走來的吧 影片開始之前先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沒看到其他影片的觀眾趕快去遊覽一下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我們的世代顯身咒 影片當中如果不懂的名詞可以底下留言好了 非要不說我們先開始 顯身咒是第一次年代尺度上的當前地質紀元 是存在豐富的動植物生命的紀元 涵蓋了5.41億年前到至今 始於韓武祭 當時動物第一次發育出 保存在化石紀錄中的硬殼 顯身咒之前的時間稱為前韓武祭 這個部分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講到 這幫各位複習一下 前韓武祭劃分為三個咒 明古咒、太古咒和元古咒 第一咒化分為四個代 隱身代、盆地群代、九海祭和魚海代 第二個咒也化分為四個代 石太古代、古代、古代古代、中太古代和型太古代 第三咒化分為三個代 古原古代、中日古代和新日古代 而第三咒的第一代又化分為四季 成鐵祭、澄清祭、造山祭和固結祭 第二代化分為三個季 蓋層祭、延展祭和俠代祭 第三代化分為三個季 拉森祭、成冰祭和埃迪、卡拉祭 以上這些在資訊影片裡都有講到 學校不會考啦 忘記了會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看 而要主題 寫生咒的時間跨度 使於一些動物們的化石證據突然出現 這些才是學校會考的 這些門進化成不同的形式 和複雜植物的出現和發展、餘類的進化 昆蟲和獅族動物的出現 和現代種物相的發展 陸地上的植物生命出現在顯身中早期 在這段時間裡 擋開構造的力量移動大陸 將它們聚集成一個被稱為 盤古大陸的潮大陸 然後分裂成為現在的大陸 顯身咒一詞源自古希臘語 Paneros 意思是明顯、可見 而終於意為生命 因為人們曾經認為生命死於 寒武器 即這個永恆的第一個時期 顯身咒一詞 由美國地質學家 喬治·哈爾科特·查德威克 於1930年創造 原古咒顯身咒邊界 在5.388加減0.002億年前 在19世紀時 邊界是在第一批動物化石出現時確定的 但自1950年代開始 對這些形式進行系統研究以來 已經確定了數百個前緣鼓咒的後生動物群 顯身咒分為 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三個代 尤其分為12個季 古生代以 魚類、兩棲動物和爬心動物的進化為特徵 中生代以 蜥蜴、鱷、蛇、海龜、布魯動物、鳥類和恐龍的進化為特徵 新生代屬於 非鳥類恐龍的滅絕 並以鳥類和布魯動物的多樣性進化為特徵 人類在新生代的最近部分出現並進化 古生代的時間快度為5.388加減0.002到2.51902加減0.0024一年前 是地球歷史上複雜生命形式進化的時期 生命在陸地上熟識呼吸氧氣 地球上所有多細胞生命的先驅開始多樣化 古生代有六個季 寒武季、奧陶季、自由季、離婚季、十三季和二疊季 寒武季是古生代的第一個季 時間快度為5.388加減0.002到4.854加減0.0191年前 寒武季引發了動物多樣性的迅速擴張 這一事件被稱為寒武季大爆發 在此期間第二歷史上單一時期內 進化出了最多的動物發育體制 複雜的藻類進化 動物群以甲殼極致動物為主 如生液蟲鋼 幾乎所有的海洋動物們 都是在這一時期進化而來的 在此期間 潘洛西亞大陸開始分裂 其中大部分後來重新組合成 鋼瑪那大陸 奧陶祭時間快度為4.854加減0.019到4.438加減0.0151年前 此時期許多新天仍然存在的生命群體 在進化或多樣化 例如原始的頭竹鋼、魚類和珊瑚 這個過程被稱為奧陶祭大輻射 此時三天從鋼在海中的地位 開始被小嘴背形亞門所取代 海白和鋼也成為動物群中 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批脊椎動物爬上岸來殖民鋼瑪那大陸 到奧陶祭末期 鋼瑪那大陸已經從赤道移動到南極 勞仁大陸與波羅的大陸相撞 關閉了巨神海 鋼瑪那大陸的冰河時期 導致海面大幅下降 殺死了沿岸已建立所有生命 冰川作用導致地球出現溫室 造成奧陶祭、支柔祭、滅絕事件 在此期間60%的海洋無極度動物 和25%的殼、滅絕 雖然是地球歷史上最致命的大滅絕之一 但奧陶祭、支柔祭面前事件 並沒有在兩個時期之間造成嚴重的生態變化 支柔祭時間跨度為4.438加減0.015到4.192加減0.032一年前 此時期見證了地球冰室變暖 見證了魚類的大規模進化 無寒魚變得越來越多 化石紀錄中出現了早期的有寒魚和淡水魚 截至動物仍然很豐富 主要群體如板竹後木 為當時的頂級掠食者 陸地生命在陸地上建立起來 包括早期的豬行鋼、真菌和多竹類 等狼爵等微管樹植物的進化 使植物也能夠在陸地上站穩腳跟 這些早期的陸生植物是陸地上所有植物生命的先驅 在此期間四大陸 鋼瓦拉大陸也就是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亞、南基洲、印度 勞倫大陸也就是北美洲和歐洲部分地區 波羅地大陸也就是歐洲其他地區 和西伯利亞大陸也就是北亞 尼盆祭時間跨度為4.192加0.032到3.589加0.0041年前 尼盆祭也被非正式的稱為魚類時代 因為此時魚類種類非常多 此時期統治地球的無二及有二的頓皮魚缸如正式魚屬 尼盆祭看到了現代魚類群的多樣化 如軟骨魚缸、硬骨魚高缸和肉齊魚種缸 肉齊魚種缸的一個譜系 進化成第一批四隻脊椎動物 最終成為四族類 在陸地上植物群多樣化 第一批樹木和種子在此期間進化 而尼盆祭中期早期植物的灌木狀森林已經存在 例如石松門、木賊木、絕裂和前裸子植物門 這一世紀人還是節肢動物的生活多樣化 因為牠們有了新的棲息地 在尼盆祭末期70%的物種 在一系列大規模滅絕事件中滅絕 成為尼盆祭後期滅絕事件 石炭祭時間跨度為3.589-0.004-2.989-0.0015 此時就在沼澤在地球上佔主藻地位 大量的樹木產生了碳 這些碳變成了煤炭層級物 大約90%的煤層 沉積在十三季和二疊劑 僅佔地球地質歷史的2% 由這些沼澤引起的高氧水平提供了更多化學能 使通常受呼吸系統限制的大型節肌動物得以繁殖 四族類在十三季獨氧化 其中一個普系獲得了一個可以在水外生存的羊魔卵 這些四族類也就是羊魔動物 包括最早的爬行動物和核工鋼 但是整個十三季也是一種冷卻模式 其中導致鋼瓦拉大陸冰川化 因為它的大陸份位於南極附近 這一事件被稱為十探二疊劑大兵棋 並導致梅林面積的重大損傷 稱為十探劑雨林崩潰事件 二疊劑時間跨度為2.989-0.0015-2.51902-0.00024 一年前是古生代的最後一個時期 最初所有大陸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盤古大陸 周圍環繞著一個名為泛大洋的海洋 與十探劑相比此時地球相對乾燥季節惡劣 因為盤古大陸內部的氣候沒有被大片水體緩和 羊魔動物在新的乾燥氣候中繁衍生息 特別是一齒龍鼠、雞龍鼠和現代布魯動物的祖先等核公鋼動物 第一批增驗術在此期間進化 然後主導了陸地景觀 二疊劑以至少一次大滅絕結束 成為二疊劑三疊劑滅絕事件 這一事件有時被稱為大滅絕 因為這次滅絕是地球基礎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導致所有生命物種的95%消失 中生代時間跨度為2.51902-0.0024一年前到6600萬年前 此時期也被稱為爬行動物時代或爭業術時代 中生代以許多現代式族類的出現為特徵 因為爬行動物的生態優勢高過於核公鋼 中生代分為三個季、三野季、諸若季和排二季 三疊劑時間跨度為2.51902-0.0024-2.0136-0.0017一年前 是地球歷史上二疊劑滅絕和鼎盛諸若季之間的過渡時期 分為三個世、早三疊劑、中生疊劑和晚三疊劑 早三疊劑時間跨度為2.51902-0.0024-2.472一年前 是二疊劑大滅絕之後的一個炎熱甘旱的時期 這個時代的許多世族類代表了一種災難動物群 是指獨樣性低且世界性的動物 離片追墓回歸並重新獨樣化為大型隨身食肉動物 爬行動物也迅速獨樣化魚龍目和奇龍超目等水生爬旋動物在海洋中大量繁殖 在陸地上出現了第一批真正的主龍類 包括韋鱷類和鳥質類 中三疊劑時間跨度為2.472-2.37一年前 中三疊劑的特徵是盤古大陸分裂的開始 因為列章在北盤古大陸開始 特徵飼養北部的古特徵飼養已成為被動盆地 但特徵飼養南部的新特徵飼養卻有一個活躍的擴張中心 在中三疊劑末期在二月季滅絕後回歸了浮游植物 珊瑚、甲克雷動物和許多其他無脊椎動物 與此同時在陸地上爬行動物繼續作樣化 正夜靈茂盛第一批蒼蠅出現了 晚三疊劑時間跨度為2.37-2.0136-0.0017一年前 中三疊劑開花後 晚三疊劑溫暖乾旱 季風氣候強烈降水多集中在沿海和高尾路地區 第一批真正的恐龍出現在晚三疊劑早期 和幾乎所有大型兩棲動物都滅絕了 還有34%的海洋生物在此次滅絕中滅絕了 滅絕的原因存在爭議 但可能是由中大西洋岩漿省的大型火層岩區域的噴發造成的 TADAAA 珠勒季時間跨度為2.013-0.002-1.45一年前 一樣分為三個市 早珠勒室、中珠勒室和晚珠勒室 早珠勒室時間跨度為2.013-0.02-1.71-0.01一年前 氣候比三疊劑要潮濕得多 因此世界是溫暖的部分是熱帶 精光可能有較短的寒冷間隔 蛇雞龍牧、魚龍牧和橘石在海洋中佔主導地位 而恐龍和其他爬行動物在陸地上佔主導地位 其中雙罐龍鼠等物種處於頂端 二型超木動物進化成水深形式 將大型兩棲動物推向瀕臨滅絕的境地 侏儒季時期存在真正的哺乳動物但人很小 到了白蛇雞末期平均體重不到10公斤 中珠勒室時間跨度為1.741-0.01-1.635-0.01一年前 蒸雁樹西樹草原佔世界森林的很大一部分 在海洋中蛇雞龍牧很常見 魚龍牧也很繁盛 晚珠勒室時間跨度為1.635-0.01-1.45一年前 此時北部大陸的西角蝦木動物嚴重滅絕 還有許多魚龍牧 然而諸葛季白蛇季邊界並未對大多數生命形勢 產生強烈影響 白蛇季是顯身之後最長的時期 也是終生在的最後一個時期 時間快度為1.45一年前到6600萬年前 分為早白蛇室和晚白蛇室兩個世 早白蛇室時間快度為1.45-1.005一年前 恐龍持續鼎盛、暴龍超科、鳥翼類、頭獅龍類和牛角養牧等群體 在早期看到了後來的成功 其他的四足類如禁龍鼠和魚龍牧 數量顯著下降 七角蝦木僅限於南部大陸 晚白蛇室時間快度為1.005一年前到6600萬年前 晚白蛇室的特徵是降溫趨勢將持續到新生代 最終熱帶氣候僅限於赤道 熱帶線以外的地區居有更多的季節性氣候 隨著暴龍鼠、角龍鼠、角龍科和鴨椎龍科等新物種 在食物網中佔據主導地位 恐龍仍然蓬勃發展 翼龍牧是否隨著鳥類的輻射而衰落是有爭議的 然而許多普系、幸存到白蛇金末期還有一些新的形式 如巨大的風神翼龍鼠 步驢動物雖然體型小但種類繁多 後獸下鋼和真獸下鋼也出現了 在海洋中蒼龍科多樣化 以填補以滅絕的魚龍的角色 以及大型的蛇羈龍鼠魯伯片龍鼠 此外最早的開花植物也進化了 在白蛇季末期 德干暗色炎和其他火山噴發正在毒海大氣 隨著這種情況繼續 人們認為一顆巨大的流星撞擊地球 創造了希克蘇魯伯影石坑 和被稱為白蛇季古典季滅絕事件的事件 這次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大規模滅絕事件 在此期間地球上75%的生命被滅絕 包括所有飛鳥類恐龍 所有體重超過10公斤的生物都滅絕了 恐龍的統霸時代就此結束 犀牲帶是以哺乳動物作為主個動物的崛起為特徵 因為恐龍時代的結束留下了重要的開放生態位 犀牲帶分為三個季古典季 星晶季和第四季 古典季時間跨度為6600到2303加減300萬年前 以飛鳥類恐龍的滅絕到星晶季的黎明 分為三個世 古典季 史典季和劍典季 古典季時間跨度為6600到5600萬年前 始於白蛇季古典季滅絕事件 早期見證地球從該事件中的恢復 大陸開始呈現現代形態 但當作說大陸仍然彼此分離 非洲和歐亞大陸被特徵斯海隔開 美洲被巴拿馬海峽隔開 而巴拿馬地霞此時尚未形成 這個時代呈現出普遍變冷的趨勢 最早的現代從尼庫章最終到了兩極 海洋以鯊魚為主 曾經統治海洋的大型爬行動物已經滅絕 不如都迅速多樣化 但當作數仍然很小 古典季最大的四種類雌肉動物是爬行動物 包括二型類狸龍目和蛇 泰坦巨蟲是已知最大的蛇 在古兴世期間生活在南美洲 史兴世時期跨度為5600到3390萬年前 在史兴世早期大多數陸地步驢動物體型很小 生活在狹窄的草庭中 就像古兴世一樣 其中包括早期的靈掌墓 金和馬以及許多其他早期形式的步驢動物 氣候溫暖潮濕 極地之間的溫度梯度很小 史兴世中期澳洲和南極洲之間 形成環南極洋流 擾亂了全球洋流 導致全球降溫 導致叢林縮小 隨著氣候變冷 偏現代的步驢動物繼續獨樣化 即使偏古老的形式滅絕了 到史兴世末期 像龍王金這樣的鯨魚已經完全水深 史兴世晚期見證了季節的重生 這導致了具有最早大量草地生態系統的 西數草原撞區域的擴張 在史兴世和劍兴世之間的過渡時期 發生了史兴世 劍兴世滅絕事件 其原因尚有爭議 劍兴世時間跨度為3390到2303 加減300萬年前 劍兴世是史兴世 是熱在世界與偏現代的生態系統之間的重要過渡時期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草的全球擴張 導致許多新物種利用 包括第一批象、貓、狗、猶帶類 和許多其他今天仍然存在的物種 許多其他植物種類也在這一時期進化 例如常綠植物樹、長期降溫持續 季節性降雨模式確立 步驢動物持續變大 據其屬世有史以來最大的陸地步驢動物之一 在這個時代與許多其他奇題目一起進化 新競技時間跨度為2303 加減300到258.8 加減4萬年前 分為兩個市 中興市和上興市 中興市時間跨度為2303 加減300到543.3 加減8萬年前 是草在此期間進一步蔓延的時期 有效地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 並在此過程中減少了森林 海帶森林的進化導致了新物種的進化 例如海踏 在此期間 奇題目蓬勃發展 並也變成許多不同的品種 與它們並排發展的是圓 它們進化成30種 總體而言 甘漢和山區佔據了世界大部分地區 食草動物也是如此 克提斯洋最終隨著阿拉伯半島的形成而關閉 隨之而來的是黑海、紅海、地中海和離海 這只會增加甘漢 此時許多新植物正在進化 95%的現代種子植物在中興市松崎展開進化 上興市時間跨度為533.3加減8到258.8加減4萬年前 上興市的特徵是劇烈的氣候變化 最終導致了現代物種和植物的形成 地中海在墨西南岩度危機中干涸了數十萬年 伴隨著這些重大地質事件 非洲出現了人屬的祖先南方古猿、巴拿馬地匣行程 動物在北美和南美之間遷徙 對當地生態造成嚴重破壞 氣候變化帶來了人在世界各地蔓延的西數草原、印度季風 東亞沙漠以及撒哈拉沙漠的開端 地球的大陸和海洋變成了現在的形狀 從那之後世界地圖並沒有太大變化 除了第四季冰河時期帶來的變化 例如五大湖 第四季時間跨度為258.8加減4萬年前到至今 是顯身奏中最短的地質時期 它以現代動物和氣候的巨大變化為特色 分為兩個是更新式和全新式 更新式時間跨度為258.8加減4萬年前到1萬 以前700加減200年前 由於死新式中期開始的降溫趨勢 這時期以一系列冰棋為標誌 有許多單獨的冰棋 其標誌是在山區向南延伸至北緯40度的冰蓋 與此同時非洲經歷了乾旱的趨勢 造成了撒哈拉沙漠、納米比沙漠和克拉哈里沙漠的形成 歐馬象、大地膽、恐狼、劍石虎和人類在更新式很常見且分布廣泛 隨著更新式接近尾聲 向大滅絕滅絕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巨型動物群 包括非智人人類物種 如冰原地險記中出現的尼安德塔人 此次事件稱為第四季滅絕事件 所有大陸都受到了影響 但非洲受到的影響較小 該大陸保留了許多大型動物 例如象、犀牛和河馬 智人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這次滅絕 目前還存在爭議 全新式始於11700加減200年前 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所有有替代的歷史和人類歷史 都在全新式的邊界之內 人類活動被歸咎於大約1萬年前 開始的持續大規模滅絕 儘管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 才記錄到滅絕的物種 這有時被稱為全新式滅絕事件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 由於人類活動 數百種物種已經因我們而滅絕了 今天影片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影片是不是非常精彩啊 今天主要帶過了顯身咒的12個技 和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因為顯身咒的資料及研究 比前韓武技還要多很多 所以下次影片不會像之前的影片 一樣是顯身咒三代的 我們下次會直接進入韓武技 第一萬人前來顯身開啟 你也在第一時間收到下部影片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